我知道今天池老師 你帶了一把壺 是 我剛剛看這兩把壺 有一些雷同的地方 但是我知道 今天帶的這一把壺不簡單 因為既然是位 池老師你知道 我們台灣這個茶壺界 第一把交椅帶來的 絕對是極品 我其實本來考慮 再三要不要帶 因為帶這個壺有風險 怎麼啦 你知道我講的 我都不敢拿了 不會 因為名壺 因為這把壺是在192 有一個民國初年 一個叫鐵畫宣 鐵畫宣的壺 他們做的 這有個款 寫鐵畫宣制 那鐵畫宣是一個叫 戴國寶它所創的 那這個鐵畫宣 是當時專門幫日本人 等於幫日本OEM訂 訂製這些宜興壺 而這個宜興壺 訂的當時的這些制服者 都是現在的大大名家 顧錦周圍 沉浸在他的門下 是 做這些壺 包括顧宮的吳云庚 吳云庚這些很厲害的 都在這個鐵畫宣裡面做過 那鐵畫宣的壺呢 為什麼叫鐵畫宣 就這個人呢 他可以用鐵 或是鋼硬的這個材質 在很硬的磁土 陶土上面畫 所以鐵畫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上面刻的圖案落款 你看 鮪魚絲絲 你喝了這個茶以後 你的絲性就會發出來 不是壽性 是絲性 那我們當然要趕快喝好看 那我們現在就用 那你怎麼可以猶豫說 要不要帶來大巡寶家呢 那當然一定是要帶吧 所以我們製作人說了 我一定要配合嘛 所以這個壺呢 我們現在泡呢 今天運氣也非常好 我本來是帶一個蒙海的茶 那昨天呢 一個澳門科技主席呢 是我一個20年的茶友 那他問我一些訊息 他就帶了這一個 2005年的 班章 班章 班章在2005年沒有名氣 是2007年才有的 我聽說你剛剛是說喝冰島 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有錢人 因為班章這個茶 剛剛我們製作人很厲害 我覺得他也可以鑑定茶藝 他說 一月要沒有12萬以上 我說正確 那當然放了20幾年 這個是2005年 20年了 一定價格更高 那我們蹭了 我就拨了16克 16克多少錢 你們自己去算 在這裡 那我們要用兩把 兩把壺呢 這兩把壺呢 形式是一樣的 對 形式一樣 然後我們讓兩個 形式一樣的壺呢 泡同樣的時間 那個 我們的 結果會不一樣嗎 對 我溫一下壺 邱先生你平常也是很愛喝茶 所以你才是茶壺吃 然後這個茶葉我需要講一下 2007年以後 中國的普洱茶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本來是義武茶最厲害 後來變班章冰島 那這些茶呢 這幾年就說一個亡一個厚 所以老師我還是很好奇 你剛剛我們剛也見價了茶壺嗎 你那把買多少錢 我這把壺喔 是一個朋友跟他商量的 所以我才說很猶豫 因為你們要給我一個題目說 要跟他一樣的壺 那我要剛剛好有啊 對不對 不是隨便找一把 因為這樣喝起來才客觀嘛 可是價錢應該差很多吧 當然不一樣 因為鐵畫圈在這幾年呢 是被很多人追捧 對 你假如找了鐵畫圈是對的 這把壺誰做的 有可能是顧警舟做的 有可能是某某某大師 但是你要能夠看穿看得懂 那真的要需要一點功能 所以這把壺是多少錢 這把壺的請見價嘛 對 這把壺呢 現在行情應該是 我等到現在很緊張 大概是50萬到60萬 我是很客觀的講 當然因為這個壺 你們可以注意看 它壺已經拿到這個 已經都脫了 有沒有 這個已經 包薑了 包薑了 那我待會兒要認真喝 因為價錢差很多費 對 那我用兩個湯匙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泡完以後聞香 比較容易聚香 然後再來就是我用兩個 德化杯 來白色的來做一個 那我同時出湯 不可能顏色會不一樣吧 有這麼神奇的事嗎 怎麼喝好咧 那個妳知道 這妳知道顧簡舟曾經跟那個 范貞合作了一支壺 好 這是顧簡舟 這是范貞 范貞最近有一個新聞就是他 娶了差五十歲了 嫩漆 嫩漆 還官宣 是 那他做了一支壺 他也是主播 黃骨壺 就長這個樣子 2018年的時候拍賣多少錢 多少 2875萬 因為它是唯一 就是飯針化好了之後 然後這個 布簡舟把它刻上去 你看顏色差這麼多 顏色真的差很多 來 我們來先聞味道 一一 我用這個給妳聞 一是這一把的 二是這一把 來 妳先聞一下 這是 一 你那把 對 一 先呼吸 先先空氣 再回來 再回來 好 來 聞一下 你真的聞得出來嗎 我真心聞不出來 你聞出來嗎 莫子香 沒有 妳聞看 一跟二 哪一個比較羊 羊是羊 羊就是比較多 對 發羊 比較多 比較香 這個 對 這個 沒錯吧 我已經忘記順序了 但是我很確定 來 好評事 來 好險 好險 我盲測是有成功的 有差耶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真的有差耶 如果你說怎麼樣比較羊 那樣的那個形容詞 你是真的聞得出來 有沒有 這樣講好了 這個比較羊的呢 就好像是我們那個 那個草 是 我們餵牛羊 是有青草跟熟草 對不對 有曬過的 跟沒有曬過的 那這個羊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青草味會比較 昇華的 它比較新鮮 小賴老師你也聞出來了 哪有 你不只會看翡翠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好厲害 然後我們現在要喝之前 要先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很簡單講就是說 同樣兩杯茶 為什麼一個顏色比較深 一個比較淺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名稱叫做 因為茶壺做出來以後 有一個專有名字叫泥門 泥門就是它燒結以後 因為宜心土有一個 雙球性結構 它燒完以後 它這個雙球性結構 你這樣看不到 但是你打破以後看 它是有很細很細的孔隙 那叫泥門 所以這個壺 它本身為什麼比較深 因為它比較強 它的燒結溫度高一點 然後泥門比較 讓茶發得比較快 來 你喝喝看 我先喝這個兩萬的 兩萬的壺 好 兩杯不同 再喝喝五六十萬的壺 對 同樣 我待會喝這一杯 這兩杯比較大 我自己喝 好 待會可以請大家一起喝 你們感覺一下 因為茶透過壺的解析 為什麼解析 就是說它的雙球性結構 跟茶的丹寧 產生柔化作用 那這個柔化作用 會讓茶的香氣上揚 或跟它的唇味密合度 也就是說茶葉的進出物 更平衡 如果它的泥料 泥門太鬆 它這個茶出來就會鬆散 甚至釋出太多 它的酸度跟苦澀 就會比較明顯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濃 比較苦一點 對 然後這個會比較清 這個是清香 清液 我覺得有 邱先生也喝出來 喝出來 因為我這個反而比較濃 對 難怪它的顏色相對也比較濃 對 因為我時間是一樣的 是 最後一個結論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收藏湖的人 第一個還是看名 誰做名 那剛剛你講說顧錦州 因為你是因為顧錦州 所以買它 可是我會建議說 我們先弄些土 比如剛剛講這些土 如果說觀眾在這個面前 你知道這個燒出來是紅色的 這是紅色的 豬泥 豬泥 那是豬泥 對 這個燒出來是紫泥 那因為共生狂 所以它變化萬千 這叫本山綠泥 所以你看出剛剛這個顏色 就是上面這個顏色跟裡面 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如果是 把它塗搞懂以後 你再去買糊就透懂了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現在我是小鈴鐺 然後我們整個比我